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2月25日 星期五 昨天2月24日 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大件事 怎麼大件事呢 就是香港疫苗護照的首次通行 在世界另一邊 地球另一邊 就是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 兩件事當然是不同的事 不過也是牽涉到一個邪惡俗心 俄羅斯和中共 香港推疫苗護照 基本上 跟全世界的潮流相反 全世界開始 對疫苗產生一種質疑的時候 香港還是強行來 當然 市場很聰明 市場即時 為香港政府帶來反應 當然也有人說 可能會說你們硬來 昨天因為 這個戰火加劇 所以股市大跌了 已經升大跌了 如果你要 說真正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 俄羅斯 罕然 侵略一個主權國家 使得市場大跌眼鏡 不過 為甚麼呢 美國昨晚倒升 美國昨晚跌八百多點 收視倒升 但是香港 今天早上有沒有倒升九百點 是沒有的 今天早上高開之後 再跌過百多點 即是說 昨天跌了 八百多點 意味著 香港的情況 跟這個世界 是不同的 真真正正的市場 是用一個 小股災 賀香港的疫苗護照通行 今天這節要跟大家 其實兩件事拉在一起說 因為這次我想跟大家 認真再次強調給大家聽 香港的疫情 是一個政治決定的疫情 從去年開始 不知道為甚麼 突然間 好了一排之後 香港沒有一宗本土確診國安 清零了幾十天 無端端 就會有一宗確診 兩宗確診 源頭不明 不知道哪裏爆出來的 因為香港政府 最終 是不想你上街 最終 是怕市民 再度上街 這個就是香港政府 這一年 防疫政策的進退失據 因為根本就是沒有心防疫 所有的心思 用來防止人民上街 所以 他寧願犧牲藍絲的經濟利益 寧願餐廳、酒樓、食肆、零售 全部死掉 他也在所不惜 其實他的做法 跟普京 是有一些異曲同工的 普京也是完全不介意經濟上的損失 因為俄羅斯的股市 昨天一度大跌成40% 基本上俄國人也是用腳投票 用他手上的股票 來作出一個選擇 而且盧布也大跌 俄羅斯人增傷換美金 因為他覺得這個國家 接下來會面對一場很大的災難 因為他的領導人 是進行一場政治豪島 這個我們一會 進一步也會跟大家分析 但是香港的問題 這次主力要說香港問題 其實香港是一樣的 香港 現在的政府基本上他們跟俄國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進行一場 政治豪島 他們 要賭外資 將來 你始終要回來 我這裏生金彈 你一定回來賺錢的 是不是 其實跟俄羅斯一樣 俄羅斯的盤算 就是覺得 你們 到了我 閃電解決烏克蘭 他們投降了 然後我們捧了一個 快女來做總統 然後協民意 你看看多少人支持我們俄羅斯 我們是正義之師 那麼久不久 acquiring 那些歐洲的左膠 美國的左膠 就會 懶怯屈服 最後 跟俄羅斯 禁解 現在香港的情況 和俄國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詳細分析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5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星期二日報 後面的頻道 月費贊助 俄國其實是恃著有中共在後面幫他輸血 他明知道這次會付出很大的 經濟代價 首先 瑞銀已經宣佈了俄羅斯的債券 所有的債券歸零 即是說 你 任何外面 投資者 任何的基金 任何的 機構投資者 銀行 買了俄羅斯的債券 全部 都是 要補回貨 因為買這些是沒有人實踐的 只要一億就買一億的 只要一億就買10億的 俄羅斯的債券可能沒有那麼大 俄羅斯的債券可能沒有那麼大 通常都是借錢的 借錢 因為他的回報高 借回來的錢 也隨便有借 即是用 借人家的錢來賺 借人家的錢來賺 借艇割禍 當現在俄羅斯的債券 每個人都要補足孖子的時候 一定會出現拋售潮 一拋售就會大跌 不單是俄羅斯的債券 俄羅斯的股票 將來在市場用資 用不到資 現在很多人都說 他在中共拿到大錢 幾千億 說真的 可以用得多久 當全世界封鎖你的時候 你的幾千億 只是很濕碎而已 除非 中共是一個取之不盡的金山銀山 但是 這個當然是一個左膠政策 造成俄羅斯養肥俄羅斯 為甚麼現在俄羅斯這麼膽怯呢 因為石油價格高期 他在這兩年來 其實他享受到石油價格上升的好處 天然氣價格上升 他賣到德國 歐洲 其他地方的 石油天然氣 他會賺到很多錢 累積到一定的資本 第二 跟中共簽了一張長約 有一張長期飯票 打底 他即使 未來被你制裁一兩年 他還能頂得熟 這就是他的盤算 他估計 他今次即使是全面入侵 你制裁他 也不會很長期 到了最後 你們也要軟化 你也要屈服 香港的情況 我再分析 香港的情況 比俄羅斯 更加糟糕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是100% under control 現在的林鄭政權 他們覺得 我無所謂 我只要把所有的反對力量扼殺到全部死了 一絲反抗力量也沒有 這樣會怎樣 這樣 他們就覺得安全了 讓你以後也不會再有人上街示威 不會再集結到一些反對力量 但是 他計算了一件事 就是 藍絲的反撲 當然來自藍絲的反撲 可能力度更大 因為藍絲人多 這是說真的 因為 2019年 出來的人 其實大部分也沒有遊行過 很多人第一次遊行 他們 我想200萬人裏面有一百萬是藍絲 他們本身可能是淺難 可能是不關心政治 嚴格來說 他們是港豬 只是 因為一場運動 將他們 覺醒了 當然 現在運動沉寂了之後 有一群 港豬 又在黃絲 或者淺黃 或者當時覺醒的人 又沉睡了 這些人是有的 可能那個人數也不少 這些人也變成藍絲 也有的 有些變成藍絲 也有的 變成中間 甚麼都不想理 政治冷感 又或者 變成港豬 其實2003年 為甚麼會爆出那麼多人出來呢 就是那群藍絲 港豬 他們覺醒了 現在香港政府在做的事情 其實很危險 他認為他可以這樣做 但是 市場 亦都是告訴你 台下不信任票 國安法通過之後 他們說 行穩至遠 港股好 甚麼都好 祖國好 昨天的港股 幾乎 是接近一年低位 和一年低位差80點而已 22,700多 22,800 大家想想 穿了23,000之後 港股 全世界跑到最後了 即使美國這樣跌 美國跌到36,900了 現在跌到一成 但是香港 香港和高位也不止一成 跌到快兩成了 是不是 28,000多 即是一年的高位和低位 跌到近兩成 已經是暴入紅市了 市場 用腳來投票 用他們手上的資產 向你港共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你的疫苗護士一通行 我們昨天即時有 熱心的網友幫我們拍片 去到九龍灣 去到將軍澳商場 基本上那些是純粹的住宅區 人流怎麼也不會少 因為樓上下來 兩個人限聚 就兩個人 一個人也可以下街吃飯 雖然有零星的人流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 即使去到淘大 一個 自給自足的內循環商場 單是做本土 單是做自己的客戶 也是如此 靜靜靜靜 可雖然之 疫苗護照 未來會帶來零售 飲食 更加大的災難 人們索性不逛街 那麼煩不逛街 而且政府 也很難去執法 未來可能 久而久之 也慢慢好像是 沒有人理會了 我們看到市場 通過一場股災 通過一場股市的 下跌 告訴政府 快頂不住了 不過政府一意孤行 他認為 就算你現在離開了 限聚令在收緊 你走完了 你遲早要回來 不過這個世界是很難說的 香港是100%由中共控制 他只要有政策輸入 只要他給點甜頭 一定會有外資回來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人們很壞 很賤格 你有好處就去吧 這個世界 港姦 台姦 美姦 大把 利益就有 內姦出現 但是始終有機會陰扣雷翻船 香港的經濟結構 營商環境徹底改變了 那種不確定性 將來回來的外資 究竟到了多少成呢 肯定是大打折扣的 香港一定去不回以前的光輝 因為 有了政府這樣做 有了現在的倒行逆施政策 有了中共那種思維 其實 外資 一定會 大大減弱 在香港的投資 甚至將總部進一步伴到新加坡 之前我們收過消息說 摩根大通有機會將總部遷冊的話 到現在 都還未公佈 或者可能 還未進行 完成 但是我們收到消息 他們也是在計劃 在做這個動作 這一節時間 分析到這裡 接下來 會再跟大家說一些烏克蘭問題 拜拜 這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